第2378集 短命龙 人魔来了 彪悍依旧 转为黑色的头发依旧乱糟糟 瘦皮衣下的肌肉强健如吃龙 骨铜肉块很硬 手提白骨大棒 带着一种蛮荒气息 这是一个猛人 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印象 因为感觉到了他的杀伐气 在那盈白的骨棒上 隐约间有种种洪荒猛兽的嘶吼声传出 此兵乃是胜骨精华凝练而成 老龙躯体高大 他也没倒数一步十万丈 强势而霸气 身为准地 主掌人间生死 雄是诸天万玉 他有这种底气 上来就要击杀人魔 碰的一声 人魔不在乎 手中的白骨棒向前一横 拦住其去路 莽荒骨兽的嘶吼声震动了世间 这条骨兵散发野性的力量粉碎真空 敢跟准地动手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人魔很强势 震出的力量无与伦比 大胜上去必死无疑 这不是他们所能看透的战力 老龙躯体何其强大 体内躺有龙血 再加上儿今是准地身 他的力道堪称盖世级的 人身探出一对紫色龙爪 锋利而森寒 龙爪与白骨棒撞在了一起 火花四剑 长空裂开 有大星直接崩碎坠落下来 他们的这一击光束惊硝悍 贯穿了天上地下 如一道璀璨星河垂落 非常的耀眼 惊悍人心 准地 所有人都在心中大叫 人魔也是准地 而且似乎修为更精深 肉身之力可以硬汉准地及太古老龙 那条磅是准地法器 被济炼到也不知道多么可怕的境界 似乎比老龙的爪子更坚固 这样一来 老龙的指甲都在轻颤 发出了金石颤响 在这电火石花间 两人连对碰数十击 可是人魔双脚如钉子一般 钉在虚空中 半步都不曾移动 而老龙却围绕着他拍出了六十四招 啃腔阵耳 却被反震了出去 双兆堂血 所有人都神色一阵 流淌有龙血的种族何其强大 代表了一种至高的进化方向 而他们本体就是如此 且老龙已经八千多岁了 这种积累太可怕 一旦成为准地 肯定是永贯一时 即便是这样 他在初次碰撞中却落了下风 吃了不小的亏 双爪尖血液滴滴答答的落下 你 准地 他露出惊荣 倒飞了出去 原本以为可以血洗满足 抹杀东方太一 不曾想人魔也早已步入这一领域了 不错 比你早很多年 人魔提着大棒子立身在那里 眼中流动的是野兽般的光辉 非常危险 盯着老龙上下看个不停 众人震撼 人魔如古代原始部落首领般 要猎杀大型荒兽 老龙的心当时就是一尘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魔的可怕 当年召集不少人才将东方太一制服 而今独自面对他神色凝重 刚渡劫完毕 我给你时间巩固 去沐浴日月精华与星辰之力吧 那样的话 龙躯烤起来才好吃 人魔开口 众人当场实话 这位老爷子太凶残了 要吃转地 什么人呢 真跟原始人猎龙一般 猛得一塌糊涂 你作死 老龙暴怒 满头紫发根根倒竖起来 紫童像是两道枪忙射出 犀利破人 别耽搁时间 我饿了 人魔说道 所有人都发傻 这片区域的强者中不伐弟子 也都一阵发呆 这是什么样子的敌手啊 若是落败会被吃掉啊 黑珍珠号内 一群人都振奋 尤其是东方也差点嗷嗷大叫出来 老祖宗来得正好 省得这老货得瑟 这下有口福了 黑黄舔了舔嘴唇 花花也流口水 荒手何时 阿弥陀佛在左 释迦牟尼在右 师父在上 酒肉传偿过 真佛到我心头做 朕闻脸去部分 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与行动 一群吃货 附近有人看到他们都有点恶然 因为这些人就像是等米下锅的饥饿之人 一个个眼冒绿光 有点吓人 所有人都有点发呆 一传的人怎么都这个德行 真是一脉相传 想吃准地 老龙冷笑 直接转身就走 他真的去巩固了 刚渡劫完毕能提升实力 为何不进行 他不怕偷袭 因为不远处有万龙灵在震慑 呼咙一声 漫天都是瀑布 宇宙星空中也不知道 有多少星河直落下来 浇灌在他的身上 填充他那无底洞般的躯体 补充能量 原本干瘪的机体 都有些鼓障了起来 被日月精华所淹没 整个人都有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神圣气息 很久以后 老龙长啸 比刚才强盛了一大劫 他积累了八千年 渡劫成功后 那种蜕变 无与伦比 极其狂暴 潜能全面开启 一声长啸 他杀了过来 冲向人魔 且头上出现一口紫色的大钟 那是他的兵器 要与东方太医绝生死 白骨大棒横天 与那大钟撞在了一起 谁也没有想到 第二次争锋 刚一开始 两人就是性命相搏 没有缠斗的迹象 这是要在片刻间分生死 绝出一个雌雄来 手段惨烈 中波扩散 所有人都倒退 不敢临近 两人间有连一般的紫光爆发 他们打到了宇宙中 那些光芒都是中波 朕的群星 如熟透的果子般 琵琶坠落下来 不断炸开 这就是毫无保留的 准地威能 恐怖无边 不可抵抗 激烈的碰撞 中波在宇宙中传档 那种紫色的稻纹 冲档霸荒 粉碎万物 然而 人魔翼更猛 手持白骨大棒 轮动起来 如雷弓般狂暴无匹 大棒落下 直击老龙头颅 每一次都砸在大钟上 破坏了中波 传出急促的金属颤音 老龙眸光森染 催动大钟硬汗 他体内流淌 有龙族血液 且此中并非他一个人 祭脸 是祖传的准黄法器 一直温养在他的体内 这个时候全面复苏 神能十足 他不信人魔区区一根骨棒 能有多大威能 当地一声 悠悠终声震千鼓 痛到人的灵魂中 但凡听到的修士 无论相距多么遥远 都觉得原神要崩碎了 即便相隔星空 许多人也都痛苦难挡 不得不封闭识感 不去关注那场大战 不然自身原神 就要毁在老龙的终声余波下了 急促大钟声响个不停 整整一百零八次 而后传来一阵暴动声 哄的一声 如烟花绽放 人们见到星空中 一朵紫色的光团绽放 如蘑菇云一般 铺天盖地 淹没星空 什么 老龙的兵器 被白骨大棒击碎了 在兵器上来说 老龙的兵器 绝对胜过很多 但是却被人魔以弱兵击碎 这是实力的体现 而且最为怪异的是 中体碎片等全部粉碎 化成了紫光 没入了骨棒内 促进了它的进化 让人震惊 这白骨棒了不得 居然可以这样进化 难怪可以从白骨 一步一步成为准地器 它这种可怕的成长 远胜世间诸多神兵 在这种可怕的成长 主要是几个人 不得了 这种可怕的成长 可以说 这种可怕的成长 是几个人